我们才能升起精进勇猛心来修持 断除自我烦恼与恶业 不忘菩萨自立立他的精神 仰仗大众的发心与愿力 共同来成就这满愿塔的殊胜愿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阳在清晨的薄木中微微露脸 空气中隐隐透露出一股 淡雅宜人的情香 平坡尔慈悲朝圣之旅的李三天 由尊贵的海淘法师继续领众 前往位于加德满渡西方的猴子山 并来到了慈悲园素食的基地处 首先有所大可惜将尊贵的海淘法师与大众的李宁 尊贵的欢迎与感谢 可以向大家说明目前慈悲园免费素食计划的决心概况 今天就是非常荣幸的能够邀请到我们尊贵慈悲的海淘师傅在现场 那么关于这边的一些事情 我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群众 那么以前在他们的这个饮食上面 是遇到非常大的困难 也就是说平时人家在路上 就是给动物就是给狗吃的东西 他们要一起去场吃 但是现在呢就是因为师傅的慈悲加持 他们可以现在吃一个比较饱的一个三餐 那还有之前就是 因为这边冬天是很冷的嘛 所以他们要住在外面 就是连穿的这些棉被都不够 那那个时候呢已经天气是很冷的 但是呢因为吃不饱 所以就是更加的辛苦 后来呢似乎也是很慈悲的 那到目前为止大概已经有三年了 所以就是能够填饱他们的肚子 自从2015年4月 尼泊尔大地震后 镇垮了很多居民的家 许多无家可贵的人们流落街头 终日过着有一餐每一餐的生活 三年多来 在战日法师与索南隔西的努力下 天天发送素食免费便当 就及当地无数机场陆路 无依无靠的灾民及街友 其中大多是社会中的弱势族群 包括老人 残障者 以及小孩 长期以来 战日法师秉持海淘法师慈悲友情的理念 不断地想方设法 试图帮助他们远离饥饿 贫苦 尤其慈悲元素食 近来因为取用的人数 以及米价的增加 迫使成本大幅提升 也获得大众及踊跃响应 随喜护持不失 而今日 现场的游民 并收到团员们 致送的毛毯以及领用金 纷纷以何时回报 并露出感恩知足的笑颜 海淘法师 感谢所有菩萨大德们的付出 并为大众慈悲开示 所以你看到你妈妈生病 儿子生病 你心里会很痛 那就是一种有修行的征兆 你各位必须把这个征兆拿出来 如果你看到他们在吃 你没什么感受 那可能你的内心状态太过于覆盖自己 我只管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们要一直想着对面的妈妈 对面的爸爸 对面的过去的儿子 还有现在连筷子都没有 他们难得吃一顿 然后你要让自己看到心里很感动 甚至想要掉眼泪 看到这个世间种种的不圆满 就觉得自己很惭愧不圆满 对各位平常一定要想尽办法 告诉自己如何跟对方 哪怕一只蚂蚁 你都想要跟他结缘 这个缘分结到了 然后将来我们就成佛以后才有众生可度啊 所以为什么叫念一下慈悲缘 所以透过各种的慈悲心跟动物道 恶鬼道任何六道众生 都想要跟他们结缘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要 拥抱自己的爸爸妈妈 所以都希望跟爸爸妈妈结一个缘 如果你不理一个众生 就是要舍弃一个众生 那你的菩提心就破掉不圆满 所以虽然有时候境界不太容易 但是各位不要起称恨心 分别心 不关心 那我们的修行的就不能满怨 所以我们都满怨他 就希望我们这个菩提心能够满怨 真实能够利益他们 那现在我们虽然没有能力 这么圆满 至少一直结缘 一直结缘 所以各位跟他们面对面相做 因为现在末法时代 贫穷病苦灾难 各种的冲突 等等 不断地 视线出来 所以光有佛法 还不够 要把佛法用为一种 行为事件 希望大家 能对尼泊尔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人民 众生生起一种悲心 并对这些如母众生能承担他们的痛苦 进而渐渐发起广大慈悲心 追随海淘法师慈悲的红法行律 让世界上的每一鱼都遍布着佛陀的慈悲大爱 众生得以为我们的菩提心而离苦的乐 直至最后成佛获得究竟伴乐 各位菩萨 阿弥陀佛 做个菩萨就要慈悲 慈悲就要赶去救苦救难 台湾现在有个问题 流浪狗气痒的问题 很多爱心人士很热心的去收留这些流浪狗 十只变二十只变成一百只 他们根本附和不了 所以很多甚至送到护生园来 我们现在也附和不了了 超过三千只了 三千只一个月光吃的开销 人员开销一百三十万台币 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 所以就近来讲 希望各位不要弃养 而且要多韧养 以润养代替购买 再来更要护持那些爱狗人士的 这些金钱开销 买饲料等等 所以护生协会也买了很多狗的素食饲料 不断地去护持送给他们 但是永远不够了 所以希望各位多护持台湾救狗协会 乃是附近的爱心的救狗的单位 哈密婆婆 护持账号 5001-6766-5001-6766 护民 台湾救狗协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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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